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将,在今年8月召开会议,关注全球人权状况,的LDQUO,国际特赦组织LDQUO,9号发表了提交给该委员会的,有关中, 国大陆种族歧视的报告,报告分四个部分,阐述了在中国大陆的各类种族歧视问题,包括,一,法律制度框架导致的种族歧视,二,在西藏的种族歧视,四,对维吾尔族,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,四,遣返逃到中国大陆的北朝鲜男民,报告前沿表示,该报告的资料,来,自可靠媒体的报道, 包括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,以及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研究,但该报告涵盖的地、区,不包括香港和澳门特赦组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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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